我的狗狗是死狗狗不是狗狗 這首歌這首有聲聲 哎呀 我造成狗狗 要來造新狗 中華王晶英傳統文化藝術協會 演出溫馨喜感的愛情甜劇《乘風快絮》 還有唐美雲歌仔戲團青年團的《無聖英雄》 以幽默揮諧方式詮釋當代英雄 邁入第十屆的大稻埕青年戲曲藝術節 號召青年藝術家們集合大稻埕 推出四出全新創作 展現戲曲多元豐富的面貌 讓戲迷們看個過癮 要看戲 都會想到這個大女孩 這個戲院 我們從年輕人在這裡做到老了 演繹超過七十年了 所以今天做菜 我們從來無後來教導學生 我們這個學生 大家都很認真 我跟小米 就是扶植來推廣這個傳統文化 我們兩個是國家的保存者 所以我們有這個念 來教這些學生 謝謝大家 多多給我們支持 三十三十一 一定要來看 幸福快樂 很好看 很幸福 這位青年的時間 冥王中團 派出我們的執行長 丹嬌憲 所以我們做兩出題 頭出題去 時間是三月 十六十七 好 既定風雲 倒楊 倒楊 第二禮拜 我們出的議員 就是 救命 所以這兩出題 給我們本土 傳統議局的 元素 加上現代議局的 舞台設備 要完全 呈現當 我們大條店 我們的期待就是說 有很親密的 內行觀眾 來看他 更期待 年輕的觀眾 來看他 我們覺得很年輕 我們這個戲處裡的故事 大概就是說 西方 西方都有什麼 蝙蝠俠 很多雷神索爾這些 一些英雄 那西方在東方的這些 這個英雄的這個部分 也有一個不平凡 但是他是一個平凡人 他的內心 他是要救他的夢 救他的家人 再會有辦法 那內心嘛 產生的那種 英雄的氣概跟 英雄的夢 為了保護他的家人 那這個部分呢 在團員跟我的部分 我們共同一起演出 然後在4月13號 14號 一定要邀請 所有觀眾朋友們 走進大條店 十年十幾年 青春一大條 倒數 3 2 1 十屆青年戲曲藝術節記者會 還特別開放鎖票參加 號召戲民共襄盛舉 主辦單位希望讓更多人 參與青藝節 感受戲曲的美好 一起為台灣戲曲傳承而努力 我們在10年以前 就想說 我們台灣的這個 本土的戲曲 歌曲 寶貝 應該不可以 讓它漸漸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 就自己開發一個 傳統戲曲青年藝術節 那希望把它當一個平台 讓這個 對這個傳統戲曲 寡喜 寶貝 有興趣的年輕一代 在我們 連長 和資深的 好的演員 他們能夠傳承 所以 基於傳承 這樣的一個 一個概念 希望 把我們台灣本土的戲曲 有老一倍 團到這個 一倍 希望這個 台灣這個 寶貝的 寶貝 寶貝 丁丁丁 可以這樣 英文 把它團起來 所以今年 因為是剛才提供的 這個 第十屆 第十屆 所以我們希望說 今年 把這個 整個演出的這個 規模 還有這個 整個規劃的想法 我們希望有一個改變 有一個轉型 所以今年 這十次 我們希望是一個 改變的開始 一個轉型的開始 那由 明華元 由唐美恩老師 由王菁英老師 還有小米老師 來給我們 帶領這個改變 跟轉型的開始 非常感謝他們 除了四黨劇場 新智首演 4月5號 6號 在大刀城碼頭 5號水門廣場 還有兩黨 掌中戲 戶外新作 精彩可奇 金閣電視幕劇場 就是把 封神版的 最前段的 構思 羅詐 老檔案 但是我們有改編 改編是這個 李羅詐跟他父親 李靖的關心 父子情 所以我們 今天一個是 最拿手的是 3D動畫 所以我們這次 在戶外演出 挑戰 用3D的浮空螢幕 浮空投影 前後頭 來呈現 這次 東海的場景 一些 他連維畫心 一般連維畫就是 有一些布幕 但是我們是用 投影的方式 用心 這個羅詐 令維畫心 本劇團 吳祖聖儀葛長 中劇團 我們這一次改編 是我們希臘神話 梅杜莎的故事 我們採用就是 寶地獄的 減獄 寶地獄 減獄就是 好小聲 好小大 好三火 三小火 我們又改編了 提升了仙俠戲 神界 人界 妖界 那 我們減獄 都是採用 美好的 ending的演出 都是好的結局 可是我們這次採用 就是美好的故事 就比較演出 我們也要請 當代的 生活館導演 以及我們的 陳烏龍老師 我用精心製作音樂 清一節除了培養 年輕戲曲藝術家 更重要的是 吸引更多觀眾 走進劇院 培育出新的種子 讓傳統戲曲新生命 萌芽茁壯 記者林錫會 台北報導 為藝術犧牲 為藝術犧牲